属灵心汤之真诚与虔诚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而击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 信徒最大的危机就是自以为意 还有自以为虔诚 为了表现他的意与虔诚 他们最爱指责其他人的罪 他也专注于指责其他人的过错 导致他完全没有时间自我反省 而这些人也只会注重于外表 和身份的表现 一个虔诚的信徒会以爱心说诚实话 他更加不会自以为意 因为他清楚了解 这世上没有义人 就连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一个神喜悦的门徒 也并不会只用口舌 来表达他的虔诚 他会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 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 感动人归向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不要让我成为一个虚似 欺负自己的信徒 让我能够时时警醒自己 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 是否适合你喜悦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